上个视频 我们完成了系列任务 酷博取得任务 这个视频 我们来看如何解开火温一结合点 但首先我们要打通前往火温一结合点的道路 首先是火星的节点 Augustus 这是一个防御任务 我们只要完成一个挂掘机 就可以完成这个节点 接下来是火星的节点 Gradius 跟着黄色热物点 找到能量电池 将它拔取出来 按着黄色热物点 找到下一个核心 失举它并将它插入 找到并解锁控制台 让反应对的能量核心暴露出来 使用近战武器的阵地重击 一次性摧毁4个核心 来到绿色处理点 任务完成 火温一结合点有3个结合点任务 第一个结合点任务 让你在飞船的 虚空遗物控制台上 轻炼一次虚空遗物 这个的话 我们需要先有虚空光体 才可以完成 所以 我们先去完成 第2个结合点任务 打开3个骨气虚空遗物 要打开虚空遗物 我们需要去完成虚空练习任务 开始虚空练习任务以后 选择你想要打开的遗物 就可以进入任务了 虚空练习任务中 可以刷新出堕落敌人 击败他们 他们会掉落虚空反应物 我们需要10个虚空反应物 才能打开鱼 因此在做鞠躬任务时 不要急着消灭敌人 等他们变成堕落敌人以后 再杀掉他们 你捡取反应物 捡取10个反应物以后 屏幕上方会提醒你虚空荧幕 一倍打开 而且还会获得一个随机的buff 任务完成后 我们会获得6-30个虚空光体 组队完成时 每个选择你遗物开出物品玩家 会为你增加5个虚空光体作奖励 有了虚空光体以后 我们就可以回到飞船 在虚空遗物控制台 侵略虚空遗物了 完成前两个极客点任务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接着完成第3个任务 去门入市集和门入交谈 迁入中级战以后 一直往里走 这个人就是马入骨 和他交谈一下 就可以完成第3个任务了 还可以在他这里 邻居奖励为 阿耶滩石宝物的每周任务 马入这里是可以摆他 和其他玩家进行交易的 摆他的按键为十字键的下键 完成所有的结论点任务以后 我们就可以聚开 火卫一结合点 火卫一结合点的守卫者 是马克妹 但阿里亚现在的配卡 不足以应付他 直接被他击败 回到飞船 我们来调整一下 我们的配卡 将双美丽和钢铁纤维 这两张冒的都升级到5级 将被这两张升级后的冒的 可以极大的提升我们的生存力 马克妹的弱点为切割 所以 我们将破装武装 换为切割伤害更高的试验 我们将压破点冒的升级为满级 提供更多的伤害 我们将狂暴冒的升级为满级 以获得更高的攻速 麦克妹的护盾 若冰冻伤害 我们装备上北风mod 将它升级为满级 以上就是我的最终配卡 我们再去挑战一下吧 很轻松的就解决掉了 捐索口音结合的以后 会讲给我们系列任务被偷走的梦 北海巨妖蓝图 扑解气蓝图 爆发装填mod 狗贼天赋mod 和parating企划技蓝图